我們需要你 你媽媽有你這個兒子 真是幸福 我聽上帝的話 而有遵守的人 豈不是還有課 老師 求你教我們怎麼祈禱 你們要這麼祈禱 我們在天上的土 願人都尊你的命為聖 願你的國光臨 願你的子儀 行在地上 好像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一日賜給我們 捨免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也捨免 犯得罪我們的人 不要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 挑來那惡者 先知很早之前 就在聖經裡寫明 上帝要派尼賽亞來拯救罪人 使他們和上帝和好 耶穌的生命 清楚表明 祂就是上帝所應許的救主 先知 尼賽亞在聖經裡寫 必有同精女懷孕生子 這個應驗在耶穌的身上 上帝的能力使同精女 馬利亞懷孕 祂就生了耶穌 正如聖經裡的記載 同精女懷孕生子的這個奇蹟 是上帝所給的一個記號 叫人知道這個嬰孩就是尼賽亞 他是上帝的兒子 人看到耶穌就看到上帝的形象和能力 耶穌赦免人的罪 醫治病人 拯救人 使他們能夠進入祂永恆的國度 耶穌獻出自己的生命 替全人類承受罪的刑罰 三日之後 祂由死亡復活 戰勝了死亡的權勢 耶穌說 我有權力捨棄我的生命 也有權力將祂拿回來 耶穌的生命 正是跟眾先知在聖經裡 對尼賽亞的描寫一樣 的確 耶穌是上帝的道 通過耶穌 上帝向這個世界顯明祂自己 耶穌說 天地都要廢墟 我的話卻不能廢墟 起初上帝創造人 好讓他們能夠幸福地生活在上帝面前 但是人不聽從上帝 違背上帝的命令 就犯了罪 罪就將人和上帝分開了 聖經裡寫 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罪的結果就是死 因為上帝是聖結的 所以罪人不能夠活在上帝的面前 正如上帝預備了一隻公山羊 替阿伯拉罕的兒子死 上帝同樣派祂的獨生子替阿當的後代死 令那些相信耶穌的人能夠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 使徒彼得說 眾先知所說的就是耶穌 他們說 凡相信祂的人 上帝必赦免他們的罪 所以凡跟從耶穌的人 就會逃脫地獄的刑罰 並且能夠在天國裡 跟上帝永遠在一起 耶穌從死裡復活之後 對祂的門徒說 要奉我的名到世界各地向人宣告 凡認罪悔改歸向我的人 上帝必赦免祂的罪 耶穌還說 祂要派聖靈來跟從祂的人在一起 教導祂的真理 給祂能力 使祂能夠遵行上帝的道 當一個犯罪的女子承認祂的罪 開始跟從耶穌的時候 耶穌對祂說 你的罪被赦免了 因為祂相信我 所以祂得救了 耶穌說 當一個人真的相信上帝 祂的罪已經被上帝赦免了 耶穌叫人跟從祂 凡是願意跟從耶穌的人 可以用下面的討告 來開始恢復 跟上帝親密美好的關係 相帝 你是公義的 多謝祢愛我 我違背了祢的命令 犯罪得罪了祢 我很難過 多謝祢派祢的兒子 耶穌來為我 死在十字架上 後來從死裡復活 多謝祢 讓耶穌為我所犯的罪 替我接受了刑罰 我願意跟從祢的道 我願意接受耶穌 做我的救主 和我生命的主 多謝祢 射免了我的罪 讓我能夠和祢永遠在一起 我求祢賜給我 祢的聖靈 求聖靈給我能力 使我能夠全心全意地愛你 使我的生命蒙你喜悅 願世界各地的人都來讚美你 阿門 耶穌提到跟從祂的人 祂說 我的羊知道我的聲音 我認識他們 他們也都跟從我 跟從耶穌的人 每天都跟耶穌聊天 學習耶穌在聖經裡面的話語 他們學習耶穌的榜樣 跟其他跟從耶穌的人聚集一起 還告訴人們 耶穌是誰 耶穌聖天回到自己的寶座之前 曾經說 上帝已經將天上 地下一切的權兵給了我 你們要確實地知道 我總會和你們一起 直到世界的末了 跟從耶穌的人 應該記住耶穌這個應許